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新的一周平安喜乐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约书亚如何被尊大 在约书亚纪三章七节 上帝对约书亚说 他要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尊大 上帝讲过这样的应许之后 约书亚是不是在以色列人面前就尊大了呢 还没有 在明书记二十七章 十五到二十三节 摩西在还没有死之前 已经当众宣布约书亚是他的继承的人 但这只是一个旧旨典礼而已 当他继承了这个旨位之后呢 人家是否就真正从心里尊敬他呢 他虽然有了这个叫人尊敬的地位 但是人未必因为他有了这地位 就真正的有心里尊敬他 佩服他 如果别人不是从心里尊敬我们 只是在口头上礼貌上尊敬我们 我们最好啊不要因此欢喜 因为这些都是假的 就像主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些人将衣服扑在路上 在那里高声喊着说 和萨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可是过了几天呢 他们就大喊把他钉十字架 所以那些人呢是看风转舵的 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使约书亚证明他是神所设立的仆人 就得着以色列人敬重的具体表现 约书亚在准备带领以色列人 过约旦河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要以色列人各自准备足够的粮食 我们不是到了战场 才寻找粮食的 基督徒为福音的真理打仗 或者为自己胜过魔鬼试探 必须先饱餐灵粮 熟读神的话 把神的话藏在心中 圣灵啊才能够借着 我们所曾经背过念过的圣经 来提醒我们 叫我们有能力胜过仇敌 但是大多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 是属灵的鸡鸣 鸡荒之鸣鸣 不但不能够抢回失丧的灵魂 反而做虚假的报告 有时候我们只求要人签名绝制 不敢讲明福音的真意 或者求有入教的人 而没有求增加真正得救的人数 有时候这样呢 就容易有流语行事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做属灵的机密 每天都饱餐神的话 也像约书亚一样 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能够证明我们真是神的仆人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的词